那當然第一個我們可以在右邊這邊多一個工作表 然後名稱不改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最後我先用跨工作表 就是把全部折線圖把它放到這邊來 然後有個三圖 那主要我是拿什麼來改 拿那個全部折線圖2來改 那改的地方其實蠻簡單的 大概幾個地方改 就把這個全部折線圖2複製貼過來 然後我把它改成叫跨工作表 OK 底線跨工作表 那其實主要改的地方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 只要是跟資料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因為我是跨工作表 所以我將來按按鈕的地方是在這個工作表 那我的資料是在前一個工作表 所以前一個工作表你要跟他講說 我的這個資料是在那個sheets1 sheets1指的是前面這個第一個工作表 那這個1指的是前面 可是如果你放右邊 你可能要算一下第幾個 我現在是第一個 OK 所以記得這邊一個 這邊也要加一個 為什麼 因為你的資料來源 都在另外一張表裡面 叫做sheets1 或者如果你不用sheets1的話 你這個1裡面可以改成 叫工作表1也可以 記得前會要加雙以後 就是跟他講說 他在這個名稱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有三個要加 第二個要改哪裡 第二個我記得是把這邊本來是M對不對 有沒有這邊是M嘛 把它改成A 那這邊好像本來是R對不對 那把它改成F 因為它的坐標就是向右邊靠過來的 就不用再往那個太右邊的那個欄位 所以把它改成A跟F 其他有沒有改 其他沒改 這樣OK了 所以其實跨工作表 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麻煩 那主要記得 一定要加這個sheets 那個sheets指的就是說 你將來相對於你現在的工作表的其他工作 所以資料都在另外一張表裡面 所以你沒有加的話它會出錯 那最常犯錯應該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向下追蹤 一定是在前一個工作表向下 不能在這個 這個工作表沒有嘛 所以你如果向下追蹤 那一定會出錯 所以這邊假設 你從這邊A1向下追蹤 會有失敗的問題 OK好 那跨工作表就是大概這樣 那至於跨工作表 其實底下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三個 改成 甚至底下我有做五個 你要做五個沒關係啦 只是說延伸自己再花一點時間練習看看好了 那今天的話也許你們就把這個部分 把它再存檔繳交這個作業就OK了 跨工作表 大概做到這裡啦 如果你有興趣 你要延伸自己再多做 當然也很好 那如果假設你有做的話 請你在這邊自己再加上按鈕 也就是說你有寫幾個SUB 就把它做幾個按鈕出來 這樣的話感覺會比較清楚 不然的話你有做沒有加按鈕 你就功能就無法彰顯出來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就這樣一排了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的部分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把它改成叫全部折線圖2 然後全部折線圖3 然後另外的話這個跨工作表 那這個三圖的話是共用的啦 所以前面一個後面 程式是同一個啦 所以雖然按鈕不一樣 但是程式都只同一個 按右鍵重新指定的時候 我就還是指定它 並不會有第二個三圖 三圖就是用同一個就可以了 我就讓它放進去 然後再入圓 我把它補充一下 好了 好 我也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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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